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男子 男子 男子 啊 哎哟 哎哟 很不听话 脑子也不好 哎哟 对 哎哟 身上有灵性啊 对 对 这孩子有自闭症你知道吗 嗯 是 是 我告诉你啊 赶快叫他念小房子啊 不念小房子 那个灵性走不掉 对 我刚好先生都跟他念的差不多两千了 两千是吧 我看看 你身上还有灵性 我本身呢 对啊 你这个人也不好啊 所以你念出来的小房子折扣打的很多 你过去你这个人造口业 脾气坏 嫉妒别人 你全部要改 对 我要改 我要改 听得懂吗 嫉妒嘛 小的不得了 儿子开始的时候嘛 你一直逼迫他 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 好嘞 压力太大 灵性上升 而且身上还有小孩 那就是你打胎的孩子啊 我的小孩还是要多少张小房子 72张啊 哦 我要叫72张了 你现在知道吗 你话都讲不清楚 就是这个小孩子啊 哦 OK 谢谢 自己好好念呐 我可以好好念呐 我一定好好念呐 我问你 你肚子饿了 你妈妈替你吃饭 你会饱吗 不会啊 那么你现在有身体不好啊 想不通啊 脑子里有时候很乱啊 靠妈妈行吗 还是靠你自己啊 只有靠自己 对啦 靠自己之后呢 自己有能力了 啊 再靠菩萨 那么菩萨就帮到你了啊 对不对啊 嗯 你你盯着菩萨看 菩萨会给你很多想法的 菩萨会告诉你 叫你好好修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你不能老盯着菩萨看的 啊 一个礼拜看两次啊 菩萨就会给你很多加持啊 你好好念经 好不好啊 你吃全素了吗 还没吃全素吧 吃全素了 啊 太好了 你经常跟菩萨说 菩萨妈妈你救救我 我吃全素了 我好好念经还掉自己的业债 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请关心菩萨妈妈大慈大悲救我 经常要讲 明白吗 明白了 你想想看 你经常讲 不是菩萨就保佑你了 你经常跟人家讲 你们帮帮我 人家就帮帮你了呀 你不讲人家怎么帮你呀 对不对啊 对 好 那就好好念经 啊 听财长爷爷话 再见 再见 再见